学佛有一个很重要 念一下来 耐得起孤独 一个人的时候力量还特别大 就是说 你懂得安排你自己的身心 就像我的师公 征华长老 92岁的时候胃癌 不能吃东西排血 但是那一点痛苦都没有 他给我说 海涛你不用来看我 师公没痛苦 师公要赶着把 大不日经读完 回向净土 希望能够怀着菩提心 去净土 他给我说师公很惭愧 看大不日经 应该赶快趁年再来 但是师公要先去净土 所以我就问旁边的侍者 我说师公没有痛苦 他说他从来没有痛苦 忙着 忙着在念佛诵经 所以各位这个叫有法力 如果你没有法力 你痛苦的时候 嗨啊嗨啊 叫啊叫啊 找医生啊 不找佛陀了 所以 因为你没有单独 孤独面对自己的 修行的能力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世间的人就是 没办法耐得起孤独 为什么 我一定要结婚 我一定要找个依赖 我一定要生个儿子 好像有他才快乐 没有他好像他失去依靠 所以各位有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啊 全部放下 静一下 去到一个 人家不是不认识你的地方 也不能忙着光光啊 照相那也不算 简单的说 把你关在房间七天 然后你能够面对自己 你能够安排自己 哪一天 一个人把你丢在老人院 护理院 你已经脚不能动了 你还能够面对自己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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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随缘 这个很重要啊 因为每个人都要面对的 学佛就是要 离苦得乐 那离苦得乐 最大的痛苦 佛陀哥们讲了 般若智慧 要对峙的是什么 来 念一下 无明我直 对 就是觉得有一个我的 真实存在 所以我要 我不要 我喜欢 我讨厌 都是从这个我来的 这个叫没有智慧 事实上各位都已经了解 有没有我这个东西存在 有没有 有没有 不好意思说 明明知道没有 但是却很喜欢有 明明知道没有 因为佛教 你认识那么久了 空性啊 无我的智慧啊 都会倒背如流了 但是呢 碰到状况啊 哎呦 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得癌症啊 钱不见了 老公有外遇啊 儿子不听话 过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各位 有些人天天早上跑起来运动 最后还是 还是痛苦 给你多活五岁好了 轮椅给你多做三年好了 究竟要让自己没痛苦的 是什么 根本没有我 这个身体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但是如果你觉得身体是我的 那你很痛苦 所以佛教如果各位真的要修行 那你要 来念一下 死亡前的死亡 你一定要在利用身体死亡之前 把这个我值烦恼 业力把它消除掉 那就没有白来一趟 不然浪费了 这辈子赚了这么多钱 买了这么多房子 生了一大堆子子孙孙的 结果呢 你没办法面对自己的癌症 或是爱别离苦 因为你总要走啊 那时候你就 不太好超度 你会执着在那个地方 出家人如果一执着 你一件袈裟一执着 他就不能超度